香水是时下许多人不可或缺的时尚用品 那你有没有想过 香水也能用来体现新加坡文化 那本地一名调香师 就赋予香水与众不同的意义 让它成为国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 那今天的玩物壮志 就带你认识这名调香达人 新加坡女郎 阿拉伯街 娘惹之家 这些有着浓厚本土气息名字的瓶瓶罐罐 装的不是饮料 而是本地创作的香水 这些香水都是调香师 一手调制出来的 2013年 新加坡美术馆同他取得联系 希望他能够调出 具有新加坡本地特色的香水 就这样 普拉奇开始了有关 师承回忆的调香之旅 所以新加坡美术馆的调香水与众 可能是海外地区域 但他们是海岸的调香水与众 这都是新加坡的 山坡的调香水与众 去年普拉奇受邀在圣陶沙 开始了一家香氛体验馆 在這裡 他將氣味和性格相結合 讓顧客在完成性格測試後 根據測試結果 調配出代表著自身個性 和喜好的專屬味道 這個我覺得不錯 這個也是 我們的問題是由 MBTI 所以為 ENTP 強調 他們常常是唯一 INFJ會變成蘋果 絕對創作 像ISTJ會變成Woodie 我測出的性格是比較內向 但是比較細心 也是獨立的 我覺得我調的香味 蠻符合我的性格的 我學到了蠻多 因為這邊的 它會教你那種不同花類的香味 也是有教我們很多 不同樹 花 這些知識 我測出的性格是那個 團隊精神比較強的人格 就喜歡類似這種海水的味道的 普拉奇原本是一名基礎建設顧問 那為了照顧孩子 他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八年之後 重回職場的層層阻礙 讓普拉奇決定轉行 一直熱愛的調香 就成為了他的首選 調製香水其實是非常複雜的過程 那麼普拉奇究竟是怎樣製作香水的呢 對他而言 前調 中調 後調 每一個細節都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這就是這次發射的 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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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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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top notes 很薄的 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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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則常由中花 specialist 來臨 你可能想嘗嘗你的香蕉 好 现在我想到处备到处 正如我期待它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大自然孕育的植物花柜 就是最为珍贵且美妙的嗅觉灵感 普拉奇几乎每周都会在云林中散步 寻求内心的平静 自然的馈赠总能让它再度地燃起 调制香水的创作欲望 Centopia的材料 它是在新加坡的云林 新加坡的材料 也许是有些人的材料 和Sentosa的自然材料 在冰山里的材料 Centopia的材料是一部分 它是在冰山里的孩子 普拉奇在印度出生 曾经在美国 英国等 不同的国家居住 多元的文化体验 也为它的调香之旅 增添别样的色彩 我生了俄罗斯的香味 当我移到美国 我把新年代的香蕉 和香蕉的香蕉 当我移到香港 突然有一个新的香蕉 从中国出现 这真的帮助 你的香蕉不是只有10 也只有1000 在这里除了可以制作 自己的香水之外 你可以跟我们的 Augmental Reality World 有一个简单的互动 那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 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 大众了解香水知识的方式 也越来越兴起有趣 普拉奇将自己 对香蕉行业的热忱 延伸到各个方面 他将手势和精油相结合 打造更为丰富的香蕉体验 对普拉奇来说 调制香水是乐趣更是享受 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 为香水注入全新的内涵 又为香水行业开辟新的篇章 Aperfumery never seems to stop amazing you the more you know you realize the less you know there's so much more to learn so we hope to turn this into a franchisee sooner than later and we either go outside Singapore we go to Dubai we go to China we go to India and then of course far out there as well the more you know and then from above progmery to do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